早年 我在台湾 年游念佛团 王天明老居士 创办的 我在那边讲过 弥陶金 书朝 这个老居士 是将军 抗战期间 他是将军 好像是个中将 他告诉我有个故事 真的不是假的 他们抗战期间 住房在江西 山上有个老道 道死道长 有一天来告诉他 叫他们要搬家 跟他讲 三天之后 这个地方会发大水 会淹掉 他们怎么看也看不出来 一点迹象都没有 可是老道 住的地坛 也不远 他就派人去看 看老道 也没办 真的 这道长 他搬了 他搬到山顶上去了 他就觉得有点道理 就有紧急性的 到第三天 果然山洪爆发 你真的被淹掉 所以他这个对于 这倒是很佩服 好像倒是有神通 又有一次 这老道告诉他 他看到 太平洋 就是很远的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有战争 那么他们这些是军人 这是战争的消息 他们都很灵通 没有 他指的那个方位 大概 距离 有好几千里的样子 没有这个迹象 好像过了三四个月 日本人偷卸珍珠港 跟他指的方位方向 一样的 这就奇怪了 你看珍珠港战争 还没有爆发 怎么三四个月之前 就被人看到了 这天眼 他这个天眼是修的 是修的 西方极乐世界 这种天眼是本能 不要你 不学修的 你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去修 而且这个能力的时候 是跟佛一样 那我们知道 这个跟佛一样 应当是 这个粗诸二诸 这个等级 那就很了不起了 跟佛所见没有两样 只是没有佛看得那么清楚 大致上也都能看到 没有看那么细致就是了 所以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是我们刚刚学佛 时间还不久 我在四十多岁 那个老基斯差不多将近八十岁了 老人告诉我们这些 掌控 亲身经历 真的不是假的 这是神通变化 被扒进来 如果我们真的不是 字幕肴 员 去 咱们 澻 咱们